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OK 好 来 我们开始上课啦 下礼拜是 我们的期中考前一次的报告嘛 对不对 有算成绩哦 所以大家每位同學都要來現場 然後以組別為單位 我們會錄影 然後考試的當天 同學們,你選定你們這組的題目 還有你們要考的那個組別的題目 但是題目不會完全一模一樣喔 會稍微做一些小小的修改 那所以你如果想要直接用 用那個下個禮拜每一組出題的程式碼 直接傳上海,你是沒有辦法操作的喔 那我們不會改太大的更動的幅度 所以你只要原始的程式碼看懂的話 考試當天 你只要稍微修改一下,應該就是 就是我們改動題目的答案了 好,所以 我們用的語法應該也沒有非常的多啦 而是為什麼我們要上完今天這堂課 才報告才考試,就是有一些簡單的數學運算嘛 好,如果你們還有任何初題考試的疑問 請你們問助教,或是寫信問我都可以 好,那 有同學覺得這個Gini有點卡卡的 那就,那你考試的時候你就用另外一種方式啦 我們上個禮拜有介紹過嘛 你直接產生一個檔案 再用這個MARBO 裡面有一個 按下去 有一個這樣的東西 你也可以 用這個方式來寫你的程式 這樣子用到你本地端 電腦的資源 就不會跟其他同學在搶遠端伺服器的資源 好,也可以 就看你 卡卡的程度 到底能不能夠接受 我不曉得是什麼原因齁 因為我們上課 或者是從遠端登入 並沒有這個卡卡的現象 好,今天 我們的重點 是 數學運算 好,數學運算 各位同學要 仔細的聽一下喔 我們還沒有直接到 看一下 好,DataTypeClaim 還沒到數學運算之前 這個DataTypeClaim 好 來,現在我們開始 大部分的程式碼不用你去打了 來,請同學開一下 看一下 看一下要開哪一個檔案齁 INT Limit INT Limit 好,INT Limit 好,同學你 有 在Github的網站上面 你把我 source code download下來 裡面就會有這個程式碼 來,請你們打開一下 這個程式碼 你以後寫程式應該不會用到這個東西啊 這個東西 你看一下我們有掛載了這個 Limit.h 標頭檔 它裡面存了一些變數 這裡面的變數呢 是告訴你 比如說 你這個整數 整數 到底是 範圍到哪裡吧 對,範圍到哪裡 好,我這下面有寫 你在宣告的時候 我們現在有學到的INT 它的範圍 大概是這樣 應該是一把 個十百千萬 十萬百萬千萬億 十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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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如果是宣告是 onsign integer 就會從0到上面的兩倍-1 長整數 範圍好像沒有什麼變 好,浮點數 然後雙精度的浮點數 更多了 好,但是 我要跟同學講喔 你以後再寫 不管是C還是其他的層次語言 你發現齁 你處理的問題超過了 你宣告變數的範圍 好,你會怎麼做 好,也許你第一個想到的 那我就再找一個 這個範圍 容許更廣的另外一種資料形態 好,很多人第一個想到是做這件事 比如說 你在做浮點數運算的時候 你發現你處理的數值齁 變成 這個1齁 是10的多少次方的意思齁 比如說這個1振38 這就是前面這串數字 乘上10的38次方 好,今天你處理一個問題 你發現 你要處理的數字 比這個10的38次方還要更大 好,第一個想到了 那我就把它宣告成Double就好啦 但是齁,我要建議各位齁 你以後遇到這樣的問題 第一個要先想一下 你在寫程式的時候 你裡面的變數 選得適不適當 以後你在學流利的時候 應該會有一個章節 再教一些無音次化的參數 那時候 老師就會 跟你們講 很仔細的講齁 你的時間單位 長度單位 質量的單位 要怎麼去選取齁 所以齁 大家讀我們基電系 有很多是獨門學到的喔 比如說流利裡面 有一些 特殊的無音次化的參數 你在做這個無音次化參數的 計算的時候呢 你會發現喔 你要 對每一個物理參數的單位 要有很深入的了解 你在 學流力 流體力學的時候呢 才能夠把這些無音次化的參數 選出來喔 好,比如說 我們在學 我們人類感受到的長度空間 大概mm到公尺吧 或者是你開車 公里 那今天你分析了一個問題齁 是 奈米材料好了 奈米材料大概都是 100奈米以下吧 你應該不會 用 公尺 當做這個奈米材料的長度單位吧 不然你每次 牽涉到長度單位都是 什麼 10的-10-9公尺 這個材料的特徵長度 好,類似這樣的問題齁 如果你有一天處理問題發現 比你宣告的範圍還要小 或者是還要大 第一個你要去思考的齁 是你分析問題裡面的單位 到底選的對不對 而不是 馬上就去宣告一個範圍更大的 資料型態 好,這各位以後在學流利的時候 會有很深刻的認識齁 應該沒有一個公學院或是理學院的科系 像我們系上 有 應該會一節到兩節的 課的時間 老師會教你單位怎麼樣去處理齁 變成無音字化的單位 好,這個範例 以後你寫程式應該不會遇到 我們只是要告訴各位 在C語言裡面呢 有一個 點H檔 它會記錄你每一個宣告變數的大小 好,我們直接run就好了 你應該不會遇到使用到這個東西齁 好,你自己比對一下 我這個程式是從網路上面摘錄下來的 我只是為了要配合 告訴各位 你宣告的資料型態 事實上都有一個範圍存在的 你自己比對一下 跟這裡有沒有 有沒有差不多 好,你各位 你自己看一下喔 比如說你宣告是short 短整數 它的範圍就在這邊 那各位宣告的INT呢 它的範圍是在這邊齁 應該跟剛剛 21億吧 個十百千萬 十萬 對,21億 跟剛才我們列出來的這個應該是一樣了 好,這個應該就很夠用了 其他的自己 你自己去比對了 這個沒有什麼 好 好,再來 我們看一下 好,第二個 Example variable 好,那接下來請各位打開 Example variable 好,這個我們不講 這個各位之前就宣告過 這個我們不講 好,看一下還要再講什麼 好,資料型態各位有用過了 我們就進入下一個了 好,下一個我們直接 print print function 的 format 好 好 上面 上面有些東西 我是 沒有用到 我們把它刪除 不用去管它 這個沒有用到 我不管 好,同樣的 同學 請你先把下面沒有用到的 先mark起來 我在上傳的時候 有些 東西是 講到 前一屆 的內容 好 好 我們現在用到的是 13到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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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雖然我們沒有 自己打程式碼齁 那還是希望同學你打開程式 這個相對應的程式碼 跟著我操作一下 這個程式主要在講解 你輸入的資料 有時候 你希望它 靠左對齊 或者是靠右對齊 或者是 這個 你要輸出的東西 是正的 還是負的 連這個正的 或是負的的符號呢 你都想要把它給輸出 輸出 或者是你想要輸出固定的位數 比如說你想要輸出五位 但是 你現在輸出的東西只有三位 前面 想要把它給補兩個0 都有辦法來輸出喔 這邊輸出的形式齁 不是讓各位用來記憶的喔 而是 在你的頭腦裡面 你知道 輸出的型態 可以讓你去根據你想要輸出的 樣子 把它給輸出出來 好 你應該把它當成是一個字典 你有需求的時候 再回來看一下它的格式是怎樣 而不是把它記憶起來喔 反正現在大家讀大學了嘛對不對 有些東西 不應該像以前國高中 要把它給10倍起來 考試的時候才會做 好 我們這堂課考試是open book 你隨便去上網 或是用你以前寫的 程式碼 或者是你想要考試的原始 我沒改 沒有改變題目之前的程式碼 你用來改也沒有問題 但是記住不要拿你同學的程式碼來教 這樣子助教會把它抓出來 好 我們這堂課的底線就是不要拿人家的程式碼來教 就算你不會寫也沒關係 我們最後會有補救的方式 嘿 一旦如果你拿人家的程式碼來教教 你就沒有辦法 跟我有任何商量的餘地啊 好 我不是 我不是假設各位會 會作弊喔 因為往年 總有幾位同學 會做這樣的事喔 好 我們直接run這個case 好 同學你可以自己對一下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好 比如說第一個 這之前各位 用的方式 好 第二個 我們想要輸出五位 好 所以它前面沒有位數的就自動控格啦 好 再來第四 喔 我忘記講喔 這邊宣告一個舉陣喔 啊 你也不要來問我為什麼這樣宣告 因為這個是人家規定的 一個方式 你這邊宣告 好 各位之前我們是不是 比如說你這邊宣告255對不對 表示說 你這個 字元的矩陣裡面可以存255個字元 好今天 我們不先寫255 是因為 後面宣告了 一二三四五六 六個字元 你在做 compiler的時候 它就自動會知道這裡要幫你宣告幾個 我們之後會 有一堂課好好的講這個 array 矩陣喔 字元符號 這邊其實會幫你宣告 七個喔 覺得好奇怪喔 這邊明明就成六個 為什麼這邊宣告七個 因為這 最後會有一個 類似 字串結束的符號 到時候我們會講 好 再來第七 第七行 這邊有兩個變數對不對 呃 有兩個 整數 啊這邊是幾個 兩個喔 那你要把這兩個 相同整數的矩陣 裡面第一個叫出來 你要寫 A 然後是第一個元素 還是要寫 A0 好 大家有沒有聽懂我的意思 比如說你下面這邊是A0 A1 你宣告 你寫0的時候呢 它是把 你這個矩陣裡面第一個元素給叫出來喔 然後 這邊在使用的時候 A1 代表你把第二個元素叫出來喔 但是 但是你在宣告 個數的時候 你這邊 就要宣告兩個變數 在記憶體裡面呢 在記憶體裡面呢 你在compile的時候呢 它才會 在記憶體裡面 幫你保留兩個空間 來存這兩個變數 5 這邊也是 每一屆同學 很容易搞混的地方 上面 這邊宣告2 是代表 你準備 用這個矩陣 來存兩個 相同的資料型態 在記憶體裡面呢 要保留兩個空間 給你這個矩陣 但是 當你想要把第一個 這個矩陣裡面 第一個存的元素叫出來的話 你記住喔 這邊要從0開始喔 不是從1喔 如果你覺得是1的話 那你要把第二個叫出來 這邊不就是要寫2 可是 C元裡面 如果你是寫2 它代表要把第三個元素叫出來 啊 你這個矩陣最多 就存到兩個元素 哪來的第三個元素 OK 那大家執行一下啊 大家執行一下 有了 我們這邊 比如說第三個 第三個它是 加一個負號是靠左對齊喔 靠左對齊 然後第四個 然後第四個 它是 找第二個元素 這邊 雖然是1 各位要知道 我們是從0開始喔 所以 A1 代表第二個元素 這邊是-5 好 再來有些情況 你希望輸出五位 但是你的數字不足五位呢 前面把它給補0 好 第五 好 第六 你寫一個加號 代表它輸出的時候呢 要把正負符號同時輸出喔 你看一下 是不是正負符號同時輸出 好 第七個 那就是我們以前用它內定的格式啦 長這樣 我這邊舉的是 七種 應該 各位在寫式語言的層次 在整數的輸出 應該 應該絕大部分都包含這裡面了吧 好 所以以後你的輸出 你覺得哪一種形式 寫到檔案裡面 才是符合 你所需要的資料型態 各位自己再來選啊 好 這邊是當作字典喔 不要去把它給記起來啊 我們頭腦 不太值得去記 把這種同學記起來 除非在你以後工作的場合 或是 當研究生的時候 常常用到一種資料型態 你自然而然就會把它給記起來了 好 接下來浮點數 好 接下來浮點數 那有些同學在寫作業的時候 已經有用到這樣的資料型態了 表示他 表示 這幾位同學已經知道 你輸出浮點數 根據不同的需求 也有不同的輸出方式 好 同樣的喔 浮點數 你這邊不宣告它是2 但是你給了它兩個值 你在compile的時候 吸引員自動會幫你判斷 那這邊就是有兩個記憶體要挖出來給它 好 不打也可以 好 這些到底在幹什麼 那你就自己盤派一下啦 來 自己對一下喔 第一個是我們之前的輸出 所以它內定是輸出幾位 小數點後面 六位 好 第二個 第二個你看一下我想要輸出五位 五位是包含小數點都算一位喔 然後點的後面代表 你想要輸出兩位 兩位 各位看一下是不是3.12 上次有一位同學輸出0位 那也可以啊 你想要把它 直接截斷 好 各位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我們這邊 就直接3 後面把它截斷 不輸出了 強迫 我只輸出整數的部分 上次有一位同學這樣做 因為我們上次舉的例子是 台幣嘛是不是 台幣沒有 最小單位就是1元嘛 好 各位再看看 我們第三個輸出靠左對齊 好 各位看是不是這靠左對齊 而且只輸出兩位 好 再來靠左對齊輸出一位 它是輸出第二個元素 第二元素-25 好 05 同樣的齁 它把前面 看一下第五個 只不過 這個已經超出五位了吧 所以它前面沒有在補0了 各位你可以試看看 10吧 我是20好了 好 可以自己看一看 這是不是20位齁 包含小數點 好 第六個 正的 就是要輸出正負都把它給輸出 跟剛剛在整數的時候一樣齁 這邊整數 你加一個正D 也是一樣把正負符號給輸出齁 好 第七個 是各位我們之前用到的內定的輸出方式 小數點後面輸出六位 小數點後面輸出六位 好 同樣的 這邊應該把它當作 查字典的方式 你有需要再回來查它的功能 你不需要去記憶它 好 馬格起來 再來 再來自串 自串 好 C元或是Fortune齁 這種 編譯字 有一個執行檔 然後在執行的程式 通常處理自串 稍微廢力一點點 來 我們也是一樣先 執行一下 好 那同學 會很疑惑 既然是自串 那這個點到底代表什麼意思 這個點 那前面 在輸出這個浮點數的時候 當然有牽涉到小數點後面 你想要輸出幾位 對 那現在這個自串跟浮點數沒有關係啊 那為什麼還有一個點啊 這代表什麼意思 那你就要稍微記一下喔 這個點的意思代表 你想要從 從 這個自串 的第幾位 第幾個元素 輸出到第幾個元素啊 從第一個輸出到第三個 好 35行這種寫法 這邊多了一個星號喔 星號的意思 代表 你在這邊可以 動態的去指定 你要輸出到第幾位 所以這個星號是代表 3的數字把它給放進去的意思 好 如果你不相信的話 你這邊改成第五位好了 好 這個35跟36的差別齁 只有 36輸出的位數 直接把它寫 寫死在這邊 35這邊有一個更靈活的大 讓你輸出 到第幾位 事後在 事後在後面指定齁 好 是不是輸出到第五個字元 好 同樣的齁 這邊 你應該把它當作字典 你需要這樣的格式 你再回來查它怎麼使用 或是Google 好 或者是 我這邊有幫你 從網路上 download了一些print的 方選的格式 你也可以把這邊打開去查一下 哪一種符合你要輸出的資料型態 好接下來 我們到今天要講的重點 數學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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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有幾個 是各位 比較長 跟我們 在 算數學用手來算的這些符號是 一樣的 有些會稍微有一些差異齁 好 我們直接來看程式碼 好 同樣的齁 下面這邊先mark起來 好 然後呢 我們把 8到15行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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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接下來請同學自己編譯一下 看可不可以編譯 自己執行一下 我們這邊停一分鐘 請同學自己編譯 執行一下 再講 再講 我們應該會 來,有變異成功了,請舉手 有變異成功了,請舉手 可知,變異失敗的訊息是什麼? 有沒有重現? 有沒有變異死後? 沒有 沒有看到,他找不到這個東西 好,同學,那我們還是用以前的方式 好,應該是失敗吧 因為他找不到這樣的動態資料庫吧 好,同學,我們要用到這些 expotential, square root,開根號,或是求餘數 你當然要把數學方程式這個標頭檔給掛載上去 你才能夠在你的程式碼裡面 用這樣的數學計算的方程式 好,但是這個.h檔裡面 使用的數學資料庫 是你在運行的時候呢,他才會開始起作用 但所以你在編譯的時候呢,要怎樣? 要告訴他要連結數學方程式 這個L叫做Library Library 資料庫 這個N代表max的縮寫 好,或者各位還有沒有印象 我們在教各位便譯的時候 其實他裡面有兩個步驟 第一個-C叫做Compile 看你的語法有沒有錯誤 是不是 這邊會產生一個點歐檔吧 點歐檔 點歐檔 然後呢,你利用這個點歐檔 點歐檔,最後 比如說我想要 編譯成max.x好了 當作他是執行檔 點歐檔 然後呢 第二個動作叫做Link喔 連結喔 連結的意思就是說 把你的source code編出來的點歐檔 跟其他的點歐檔 或者是一些數學資料庫 或是一些其他的程式庫 連結在一起 製造出一個執行檔 按下去 按下去 你會發現有沒有出來這個被你連結之後的執行檔 是不是出現一個執行檔出來了 好,大家30秒 自己要記憶一下喔 這邊給了你 有機會可以使用這些x potential power 或是開根號 但是你在編譯的時候 也要把數學資料庫裡面的動態資料庫給連結起來喔 最後才會產生一個可以擁有計算這些數 可以使用這些數學方程式的程式碼喔 欸,要我們學工程的 你寫一個程式 應該99%以上都會用到數學資料庫吧 那你處理 可能稍微一點點 複雜一點點的科學問題 應該都會用到這些數學資料庫喔 欸,這樣同學有沒有了解了 你在使用這些cos sign或是一些開根號 你必須要把動態資料庫給link起來 才會有執行檔的產生喔 啊你如果用Windows版的download 有一個寫層次的介面 你當然可以直接創出執行檔 因為它都幫你寫好 背後是什麼 它已經幫你寫好 你不用去擔心 但是背後的原理 你必須要連接一個數學資料庫 才有辦法創出執行檔 好,這邊跟我們之前學的compile的動作 有一些區別 你要記一下喔 原理就是要連接數學資料庫 動態資料庫 好,那你說我想要跟以前一樣 好,也可以 GCC GCC 啊反正它中間的過程都幫你弄好了 你這邊還是要連接數學資料庫 一樣也可以 本正它動作都幫你做好了 啊出來還是A.OUT 偷懶的話 好,接下來同學沒有問題 這些數學程式庫喔 資料 這個數學方式很多喔 我這邊只是舉幾個簡單常用到的喔 那如果以後 在做數學運算的時候 你可以看一下 自己找一下 看一下喔 這邊應該有幫各位列了吧 應該在這裡 好,這邊應該有很多 你自己看一下 好,接下來 大家來看一下 我們把A print的出來 這邊有什麼 B 是 1.2 取 Equantial 自然 自然對數的1.2次方 啊不是喔 Equantial 對,1.2次方 好,第12 Power 代表9 開 0.5次方 其實就是開根號的意思 可以看一下 這是3嘛 Sqrt 叫做 Sqrt 代表 開根號的意思 十次代表 這個符號代表取餘數 你看5除以3 是不是餘數 是多少 2吧 對,2 這種方程式有很多 你以後遇到問題 你可以去查一下 到底有沒有直接 滿足你想要做運算的這個數學方程式喔 如果有的話 我建議你直接用這樣的數學方程式 因為人家寫好了 表示更有效率喔 OK,好 這邊有什麼 好 那你把它 mark起來 我們接下來看 三角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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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在學三角函數之前 你回想一下 各位以前 在讀高中的時候 三角函數應該處理 比較多的是 Degree 而不是Radiance 大家有聽得懂我說的意思嗎 各位以前在操作三角函數 應該裡面給的都是度數嗎 而不是多少精度嗎 好,我自己熟悉的三四種程式語言 裡面每一種 三角函數的計算 都是Radiance 不是Degree喔 不是度數喔 好,所以你如果要用Degree的話 你要自己來轉換 比如說Sine的180度 如果你認為是Degree的話 它應該是等於0吧 對不對 那Sine的3.14應該就是等於0啦 這個Cos前面加一個A 叫做Cos的反函數 所以 如果是-1的話 它的反函數應該就是多少 好,不知道 那我們就來談PyL一下 各位看一下 A-0.801153 想必它不是Degree啦 因為Sine的180度等於0嘛 因為Sine的180度等於0嘛 好,B 各位可以看一下 3.1415926 是不是Sine的π 就會等於0啦 好,C 各位看一下-1 是不是就等於π了 D的話等於0嘛 因為Sine的π是等於0嘛 好,有沒有問題 這個沒有什麼 因為這是人家一個.h檔裡面寫死的 你只能按照它的規則來操作 好,我們下一個任務 下一個任務 下一個任務 好,請各位打開Sine Area Sine Area 我們接下來的任務是要用C語言 得到一個資料型態 然後再用Python來做圖 好,我們休息三分鐘好了 好,各位你想像 你自己思考一下 這邊數學程式庫怎麼掛載 怎麼編譯 然後這邊Sine跟Cosine 都是Radiance 而不是Degree 我們等一下來 教各位怎麼準備資料 怎麼畫圖 各位先思考一下 我們休息五分鐘好了 好的 好,來一下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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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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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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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 然后29 杨栋梁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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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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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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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